代表里長 還有今天各位媒體工作記者 大家好 今天是這樣 最近這幾個月來 尤其應該近一個月來 這個緊急的問題造成大家許多的一些困擾 跟我們有很多意見交流 那我們縣議會也成立了專案小組 我們的召集人是陳志豐、陳議員 我們在兩個禮拜前已經召開第一次專案會議 那召開這次的專案會議之後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民眾的陳情跟反映到縣議會來 那我們預定是 我們就希望今天能夠讓我們各位里長 尤其是在柳化亭的里長跟代表 能夠當面的能夠提出你們的建議 跟你們的看法 我們再來蒐集一次的民情 我們會四月初再舉辦一次第二次的專案會議 那我們希望能夠盡快在極短的時間內 把這樣的一件事情能夠做到讓大家都滿意 大家能夠把他能夠盡量讓辯民 不要擾民跟辯民當中能夠得到最大的平衡 那我在這裡講一下我們今天的 今天整個會議的流程 那我們希望今天是有各位每個人都能夠發言到 一個人發言三分鐘 我們兩分半鐘就想一次零 三分鐘我們想兩次零 那我們第一階段我們八個人先發言 發言完我們就讓相關單位回覆 最後如果還有人要發言 在實踐領導 那我們就用書面的來說明 請問我們我有點建議 現在憲政我們主持就要做 我們希望以後 下面我們的公司 我們立場要代表 有一種參與感 然後再引溫起第一線的 在接觸民眾的第一線 希望小友建議 現在停車者的部分 以後他的規範是怎樣的 我看到這個小型人五公尺到六公尺 為什麼五公尺到六公尺 像是正氣路、中華路 店面那裡小的幾公尺 你問我我覺得不切實際 而且那個寬路 我來現在是戰略 你說兩公尺到兩點公尺 事實上也有兩點三公尺 也有兩點七、也有三點五的 規範就不一樣 被人跟我們問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我沒有參與 你現在跟書面說 寬路是兩公尺到兩點公尺 只要我一年回 最新的三點一公尺 只有八成的不愛情 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我要陳情人最多 我陳情人在林鄭上 我陳情人幾十公尺 每個人都來問我 哪有代表人在做什麼意思 一種問題什麼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又沒什麼問題 我也沒有參與 我把你改成一個環圍 這是我修一下意見 是不是 其實以後拜託我們政府 相關的在市區裡面 一種公共議題的問題 可以拜託你統計我們代表 跟理政給我們參與 不然你今天再去這個 也要是再去一次啊 還有一個開水 如果以後有什麼規定 拜託一下 信息給我們統計一下 我們可以參與 這樣我們民主八成是第一線嘛 理政找理政也找代表 三文字不夠強勁欸 你打開我太太 不夠強勁沒死 這是鬆鬆的 所以這是我們的高雄 拜託你管府的高雲 你在高雄 你以後身時 占你這點 可以身時要討論一下 我們參與這樣的機會 謝謝 好 謝謝林代表 好 我們請李代理的余理長 這邊我以內 我現在有把那個比較盤補的 真的是很離譜 因為我那邊的社區 是舊有社區的 我的住宅戶跟店家的面 大概是三個多 後來改裝 改的才有四個多 一個停車格化下去 結果化下去的時候 就已經把它叫整個店面封死了 然後而且這封死的話 還是把它又變為殘障停車格 太離譜了 還念了之後把殘障停車格取消掉 變成收回停車格 這樣子你叫我的李明怎麼去做生意 怎麼去生活 而且這個時候我跟各位長官報告 台東縣真的是分成三國制的停車格 什麼叫三國制 第一個六名 五名五 五名都有 以路況為存再劃分 這是什麼 收回標準不就也要組成三國制的收回嗎 那以後我們化六名的這些店家的稅收跟繳的稅 是不是政府單位也要幫我們補貼啊 你化六名讓我們不能做生意了嘛 那你要補貼我們李明的損失嘛 那這些的會用的支出是項目單位願意支出嗎 不可能嘛 好的憲政 縣長常推的這個憲政是很好的一個憲政 很好的一個計畫 各縣市都已經在推動了 但是是去年這個消息說要化成那個 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敲定要有收回喔 為何一直拖拖拖拖拖到過年後還在執行還在化 化的時候也很離譜 很像做賊這樣子在化線啦 這個部分喔 真的很說不透氣喔 要圍繞喔 沒有在協調的啦 人家的店家 六米五啊 剛才跟人家都董起來都不能做生意了 剛才說我們去金卡丁 而且我的狀況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我前陣子剛好都在高雄我兒子住院 都接到電話說我回來做處理 所以說沒有辦法即時再做處理 在化線的時候處理 那你看我現在說看到這個 回來之後看到這個 我真的很感慨你知道嗎 人家調名 而且我旁邊是省醫院喔 只要人家去住院 急著去看病 在急著是停了車進去了 結果要住院了 三五天要出來 他這家店面怎麼做生意 怎麼做生意 你告訴我 怎麼做生意 怎麼把他的貨出入 怎麼出入 他沒有辦法出入了啦 剛好他們家門口整個公司 另外一點 就是雙黃線的部分 家弄隊也很過分 這個部分不好意思 講話比較直接一點 講話比較不好意思 雙黃線那個黃線的部分 等一下反應了 黃線就馬上化馬上飆起來 臨庭就馬上要來開單 然後私有土地也要給人家開單 然後紅單也要開 私有土地像我們更深路跟東山路口 有一個轉角處剛好是空地的 比方向是私有土地 包含警察局的車 上班人員車也會停在那邊 我們人員車也會停在那邊 也要用脫車脫走 那時候看我在高雄 沒有辦法趕快出一件事情 我說沒關係 他脫的費用算我的 我請他拿紅袋 可是你不好意思拿來給我 私有土地內的土地 車也被他脫走了 對不對 不再停車格內 太低伏了吧 對不對 基本說 議長跟陳議員能夠幫一下 在裡面 他的聲音 這個部分能夠修正一下 卡倩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比較實際的一個問題 就是騎樓問題 那有些騎樓 因為被人家利用已經多年 我們沒辦法去打通 那我們現在我們室內 應該有幾條是示範道路 示範道路我們騎樓 當然是不能停車的 這個我想 我們的交通隊或是警政單位的話 也應該知道 但是有些非示範道路的地方 如果他們停車的話 我們好像也會 開罰單也會脫掉 這好像對他們有一點不公平 因為我們的住戶裡面 他們走越雲機騎樓回起來了 他們可以合法使用 但是停了車子就非法了 我想這一點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一點修正 就是說我們在示範道路的地方 不能停車 騎樓不能停車 非示範道路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通融一下 只要不超過騎樓範圍 是不是可以那麼合法停車 好 就這一點而已 我現在是以一個這個腎臟的架實 就這個腎臟免費停車格的問題表示一件 我表示的方式就像公文一樣 我用主旨說明 我的主旨是 我建議全面取消現在的這個腎臟免費停車格 統統改為收費停車格 那麼對於腎臟者給於第一個小時免費停車的優惠 從第二個小時開始正常收費 這個是我建議的主旨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建議 因為這個腎臟者他開車要停車 他總是希望他的目的地 所以跟他停車位要很近 缺乏他有實際上的幫助 現在的這個腎臟免費停車格 他對腎臟者價值來說是沒有實際上的益處 他沒有實惠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44個現在的這個免費停車格 大部分是設置在比較冷僻的這個位置 那腎臟者他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利用的這個好處 那至於說少數也有這個比較好的位置 比較熱門的停車 但這些位置都會被別人佔用 而因為他又是免費 所以經常那些車一停就停很久 他沒有達到一個流通共用的目的 所以對於大多數產浪者 那個免費停車格都沒有實用的兩個效果 這樣一來的話 其實是對於一般的駕駛 產浪的駕駛跟收費的業者 三方面來講都是山蘇的局面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產浪停車格畫好之後 一般人停車沒法去停 那產浪者又不願停 又不方便 那收費者又不能從那裡面得到收費 變成山蘇的局面 所以說要改成大家都好的話 就是同樣改成收費 沒有什麼免費停車格 那這樣一來的話 就我一個產浪價值來講 我覺得實惠大 為什麼 給我們第一個小時免費 那我們從第二小時如果還停在那邊的話 就正常收費 這樣的話 產浪者他停到哪裡去呢 他都可以 第一個小時免費他就沒想到 至於他願意停久的話 他要收費 那不至於像現在 有些比較熱門的這個停車格 有些常常駕駛 他一停就停一天兩天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像中華路一般 他有一個停車格很好 在B銀行前面 但是那個停車格去看 有時候我現在27號去看 早上一步傳浪停車格停在那邊 到晚上還是停車格 你們都不要收錢 那自己其他的傳浪 就沒辦法利用那個停車格 所以說我的意思是認為 對傳浪者對大家都好的 就是統統改為收費 給傳浪者第一個小時免費 第二個小時開始這麼收費 這是我的建議